再来看到科技大厂苹果在中国又卷入官司 中国北京智慧财产局裁定 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 两款手机的外观设计 侵犯了中国百利公司的专利权 下令苹果公司停止销售这项产品 有中国律师表示 这项禁令只限制在北京 但是苹果公司表明不服判决会再上诉